歡迎收看3月19號 禮拜二的娛樂百分百 我是無敵 我是小說 哈囉 我覺得你有沒有發現我是一個 視力下也是神經病的一個人 就是很瘋狂啊 很瘋狂 其實我們節目裡面 不是常常都會驚嚇百分百嗎 對 那其實有這個單元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其實私底下很愛整人 就你發起的啊 那為什麼整人呢 因為整人有很多的方法 比方說 我朋友呢 我說我要接朋友開車對不對 我朋友剛好吃的漢堡 他上車之前我說 我這樣是不能吃東西的喔 他說 好 那我在那邊吃 他吃完之後一上車 看到我裡面有鹹酥雞 那你不是說你上門了是不是 對 他就覺得他被拔佔在外面 你知道嗎 就我整他 你真的很愛整人 那比方說 我知道我朋友家在這邊對不對 晚上 我就開車這樣 他就打來 你可不可以不要在我家頭下 一直 好幼稚喔 這樣很幼稚嗎 很幼稚 好跟大家講一個更幼稚的 昨天我跟我另外一個朋友 半夜喔 就看完百分百 超幼稚 然後就覺得 哇蝴蝶昨天那個魚躍龍門很強欸 然後蠻強的 我們來整整他好了 我打給蝴蝶半夜 我說睡覺了沒 他說還沒 欸 你站在哪裡 你告訴我 我有個吉時要告訴你 很重要的一個吉時 他的口氣就是非常的震驚 然後我想說 沉重 他一定 一定以為我要跟你告白 搖一點點 他的口氣一定有覺得 他說 哇 今天終於又來了 OK OK 我馬上下去 半夜 半夜啊 是不是在告白 我就傻了 我說快點 這短短的幾分鐘 而且我完全沒有想到你要怎麼 因為想說又不是愚人節 我生日也沒到 所以我就真的 想說是什麼事 因為一方面想說 是不是要跟我告白 另外一方面想說 是不是不主持娛樂百分百了 你知道 你在家也沒人 你知道 好啦 結果我說 你家在哪裡 他說 結果 離我老闆那個經紀人家很近 然後你一掛完電話之後 到他家了 他就這樣進來 你上車 我後面有個朋友 躲在後面 真的啊 他整個這樣 又是弄我 你又是要弄我了啦 我那時候 超想拿錄影機拍下來的 可是 可是 我就沒辦法拍 因為你只要一看到 我拿東西拍你 因為他他 我這樣子進車 那個車後面 我沒有看到後座有人 他又躲起來了 對啊 我沒有看到 然後他就突然這樣 很大聲下我 我快嚇死我 我差點閃尿 欸如果我那時候拍下來 我是不是拿來百分來播 可是太暗了 好險喔 不然我臉你很醜 喔那個臉真的超醜的 你那時候有沒有帶眼睫毛啊 沒有啊 沒有他有妝 有妝 還沒卸 好險喔 沒有 因為你以為我要告白 然後你就化妝對不對 沒有我沒畫 這只是 欸好像不可能會跟我告白 哈哈哈哈 到底會不會 他再擰一半好了 因為 你在猶豫擰一半好了 如果真的要告白 他會把他擰回去 哈哈 沒有我是想說 是有什麼重要可怕的事發生 因為你的口氣有點太慎重 但是我真的試一下 來拍一下好了 不要再整我了 我真的想 整我了 你了不用解釋好不好 你了 你整我了 真的 那你回去好睡嗎 還不錯 還不錯 反正小心我的藝人朋友們 小心一點 然後我可能真的半夜就打給你 然後可能真的就嚇你 喔 真的很衰欸 我以前 我覺得我有改一陣子過 很衰欸 我改很多 差不多改 改有幾年時間沒有整人 幾年 以前真的比較愛整 張惠妹啊 桃子姐都被我整過 桃子姐 桃子姐 你怎麼改 我有講過吧 桃子姐 那張惠妹 也照整啊 說你進去講那個班那個獎是假的 那個獎我把他拿回來 他就掛我電話 然後我會故意用我的聲音打給他 因為我是學記者的聲音 然後用我的聲音打給他 我說欸你在幹嘛 他說 欸阿翔你知道嗎 剛剛有一個記者說那個獎 我掛他電話 你是學王宏了吧 你哪像當外輩嗎 還有叫 我掛他電話 我說真的喔 我就笑出來 那是我 真的很壞欸 然後還有故意憋車的 比方說 因為我有時候會看別人的大牌 比方說我知道你的車 你的大牌是什麼 可能因為 你的家可能在我家附近 因為我們那一代有很多藝人嘛 然後我就一直故意憋 一直憋 一直憋 他覺得那個人在那邊鬧事 他不知道那是你的車子 他不知道那是我的車 然後一直憋 然後我一直在旁邊急轉彎 紅燈在急轉彎停下來 他就這樣不敢動 我等一下開門喔 我又關門然後就開始走 因為你會怕 當那個車門一打開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人在想 來 你來 神經病 我就是那種瘋子 不能這樣子 對 不可以 小豬哥哥做了一個很壞的示範 他真的很不好 不要這樣隨便整朋友 我們都是騎三輪車的那種的啦 對 而且我都是停在斑馬線的那個後面喔 對 雖然我又寫寫的只是故意讓他感覺得到 我是小豬 對 我要跟他玩的 他在那開玩笑的 不要學 不要學 安全駕駛 我們都開很慢 二十時速 二十時速也太慢了 他開舞而已所以我追得到他 喔 他才開舞 他是慢慢的滑行 對 對 一切都很安全的 對的 所以小心一點之後我可能會整 隨時隨地 但不要再整朋友了好嗎 一定會 整朋友才不會被打啊 原來是怕被打啊 你整不認識的 全都下來了 我怎麼擋啊 來不及 好像是喔 對啊 你沒看過那個有人在電梯間辦鬼的嗎 那個不好 那個真的不好 他就是已經關燈 然後再開燈 然後就一個鬼 然後一開始有人嚇 然後後面有一個男生帶女生 那男生超帥的 打鬼 他還選到鬼 喔 我該 叫他要整人 真的 所以我很怕不敢整不認識的人 也不要整認識的 無傷大雅就還好啦 尤其是就是 他可能會以為你要跟他告白的時候 你知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